枪枪三人行 马博士 文道 我这个手机又收到新闻 你看 我先给念一个 一个很招 一个女人对出轨的老公 这不是什么新闻 一个女人对出轨的老公说 你敢离婚娶年轻的小姐 我就嫁给小姐的爹 从此以后 儿子管你叫姐夫 你得喊我妈 但是我家念的不是这个 是真的新闻 天上人间 你们香港人听说过吗 全部非常聪明 名栋神舟 天上人间被查了 社会反响强烈 最失望的说法 震惊 一下子失去奋斗目标了 最忧国忧民的说法 这么多下岗职工怎么安置 有关部门想过吗 最理智的说法 不知道这是免费打广告 还是来真的 最具说服力的说法 是为配合上海世博 上海那边缺人了 最写实的说法 这个不能说 最义愤田英的说法 天上人间都被查了 还有王法 最无厘头的说法 一直以为天上人间是事业单位 我其实看到天上人间被禁那一天 我倒是蛮担心的 替我父亲担心 你父亲在那上班 父亲在香港 因为他一直等我发了财 带他去一趟天上人间 这是我答应过他了 那你母亲呢 答应了他20年了 我母亲一直对这个是非常文明的 觉悟很高 你去喝一杯嘛 聊嘛 那时候可以聊聊天 而且别忘记我父亲78岁 还不放心啊 喝一杯 非常放心 你知道吗 天上人间变成一个传说 现在就是 我就发现大部分穷苦老百姓 只能依靠传说 去揣测里边的情况 比如有一个人说 我去过 那里边一杯鸡尾酒 200块钱 一瓶皇家礼炮 5000块钱 像这瓶酒 一般在酒吧里 2000块钱封顶 在那个天上人间 5000块钱 这不是重要的啊 在北京啊 我可早就会 十年 你知道这次腾讯网 做一个调查 好有意思 按说这个扫黄啊 无日无知 有什么奇怪 为什么这次惊动神州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天上人间太有名了 然后他做这个腾讯网 做这个民意调查呀 你想不到这个结果 百分之二十几的民众 表示支持 支持 支持查这个天上人间 百分之七十几的民众 感觉是费解 很费解 你知道吗 因为很难想象 天上人间被这么兜点端了 就是说 过去我听到传说 天上人间呢 是小姐王国呀 最漂亮的小姐 都在天上人间 最得的大款 都在天上人间 最复杂的背景 后台老板 天上人间 所以人家说 查天上人间 还有王法吗 就是 就会这么 所以这次 公安哗哗哗进去了 那你先介绍一下 天上人间里头 到底有些什么 他首先这个地点在哪 先给你认识一下妹妹们 他有照片 在那一看 天上人间的这个妹妹 哎呦 导演 对光顾自己看了 好 你看 看不到啊 光看到过公安呢 对现在我们媒体也就 哎呦 媒体专门描写啊 你知道这天上人间的小姐 这次就哗啦哗啦 有的正在服务吗 都是 你看咱们公安的学名啊 咱叫做台的 公安学名叫陪侍 我觉得这个词 我觉得这个词很精准啊 陪着 侍奉的事 陪着 伺候的 叫陪侍小姐 然后说陪侍小姐啊 表情平静 坐在大厅里 只在见到照相机的时候 就跟明星一样 这个遮住脸 你知道那天啊 我就就保看这些照片 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我突然间有一种联想 我觉得我可以写个电影剧本 你知道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联想 我想啊 我就要写这个电影剧本呢 是写一个女人的故事 就是今天 在民警面前 低着头坐在沙发上的 其中一个小姐 可能到若干年之后 她成了大明星 你觉得我这个好像瞎想是吧 不是 我是从哪报道来的 你知道研究生的学历 根本不出奇了 对 大多是 著名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 而且听说 还有少花级的 还有少花 可是话说回来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把它关掉 禁掉 就我看到报纸说 它主要是一个空间 有美女 OK 然后陪你聊天 它的所谓陪你聊天 也不是说收费为了陪你聊天 它是收服务费 然后有人在那边喝酒 从这个角度看 它哪来 一看你的香港人 哪来施情 你的香港人到我们大陆 就会被犯错误 你知道吗 你不了解我们祖宗法律吗 有情有罪吗 漂亮有罪吗 没有罪啊 我们祖宠学 这种现象 这都是属于扫黄的范畴 你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没有性交易 陪侍都是犯法的 陪侍 这种女的有偿 陪侍 犯不罚 我不知道是不是罚 反正公安馆 就总是不对 从这样说来我们常来陪你聊天 你是可以抓了 你们给钱我们 我们来陪聊天 陪聊吧 陪室吧 见过哪个陪室 陪室三人集 压面了 我跟你说 他这个 你知道这个 我觉得真是 人民币是不是在贬值上 我是恨的 怎么了 我记得十几年前 最早刚刚有叶总会坐台小姐 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 紧紧就说陪你唱歌 喝酒 这种 就是一百块钱 现在天上人间 人家说起步就是两三千 就陪着就给两三千 你始终还没回答我那个问题 我在北京 老在北京 我都没注意到 他在哪 这地方 我跟你说 我不告诉你 那你说一块里头有些什么呢 我始终不明白 这有什么那么好呢 闻到 我就被喝酒 抓掉了 没办法再去 你就这辈子从来没进过叶总会 他身边从来没做过坐台小姐 对吗 我去过一次 但是问题是 我就从来没有试过那种 就是比如说叫小姐 大家陪聊天 我有些朋友 比如说他们会说 我们出来谈个事 所以约去叶总会谈 那种 但是我始终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们谈个事 旁边要叫小姐陪着 那是干嘛 你看闻到 闻到你提的问题 你如果说专门去找小姐 那我反而理解 说我们谈个事 没错 旁边小姐那是干嘛呢 闻到提的问题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正是想谈谈这个问题 这个很奇怪 很奇怪 因为我就说公安这个词很精准的 叫陪事 对吧 但是你发现没有 咱也去过外国 我觉得外国人 他是很专门的 你比如说那个table dance 跳脱衣舞 你记得吗 后来跳这个钢管舞 我来看这个我也看过 而且呢 对 也是有时间的 你给什么十美元 五十美元 OK 他给你那么亮一下 看一下 或者到一个什么小房间 这么看一下 十分钟 对吧 他是很有效率 而且专门 咱要看这玩意 就是看这玩意 或者呢 就是卖银飘娼 卖银飘娼 也就是俗称打炮嘛 那老外就是给钱打炮 完事嘛 哎 你看哈 我不知道 当然也不止中国 好像东方民族啊 你看是不是 我不知道日本了 反正这个台湾 也是这样 美国也有了 美国也有 美国在那边 也有 那种是酒吧 后来也变成卡 卡拉OK 也是去那边 然后也是聊天 聊完天 也要付他的喝酒的费用 也是要给他一个打赏 咱们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是不是外国人骨子里啊 他还是一种人格比较独立 对吧 就是即便是性交易 也是平等双方的这么一种交易 或者说聊天 也是这么陪聊 咱们那种为什么叫陪室啊 你知道吗 他是给你一种软软乎乎的这么个东西 你比如说他也不是跟你聊天 很多时候你见过聊吗 旁边的小姐 他不跟你 他也不聊 他就在你身边坐着 干嘛呢 意味着 然后跟你喝酒 你爱跟他聊两句 就跟他聊两句 你不跟他聊 他就在那坐着 对吧 而且我跟你说 我还发现这玩意上瘾 就是我见过的 真的就多年泡这种夜总会的人 说实在的 就是他玩了十几年之后 我都会发现这些朋友啊 这个上不上床 他都不是特别看重 也不是说最后非要再走 就更难理解了 你反正了我 我懂对不对 他就是要几个小时 闻到我觉得说聊天 他们有他们的乐趣 我印象很深刻 一次经验 倒不是在夜总会 是在什么呢 深圳一个洗脚的地方 做按摩 脚底按摩 一边陪聊 我没聊嘛 我去那边看着报纸 抽着烟 在收洗 旁边坐着一位中年女士 那个女士 我看她 我听她讲话 一个小伙子 替她做脚底按摩 坐了两个钟头 她整整 自言自语 不断跟那个小伙子在聊天 在讲她的家庭的琐碎的事情 她丈夫怎么样 她弟弟怎么样 她妹妹怎么样 小孩怎么样 那个小伙子就一边听 一边 对对 你看一看一点 看一看一点 真正讲了两个小时 这种不叫陪聊 只能你算是旁听 不是我聊 我说那个小伙子 就按摩那个 对 等于是没聊了吧 是吗 然后我看 因为 可能她身份是在香港 当一个保安员 或说大厦的管理员 可能薪水草根阶层 收入不高 坦白讲 平常现实生活里面 可能被人家歧视的 人家理都不理她了 甚至看都不看她 现在她付个一百元的 脚底按摩的小费 的钱 然后有一个小伙子 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 那一个小伙子 听她这样讲 然后我看她离开的时候 脸上春猛了笑容 那一位中年女士 聊美了 聊聊开心了 枪枪塞人形广告之后见 好像嘉辉也有一次把人带出场 这个经验可以介绍一下 出场是没有 我进场是有 他背带进场 因为文道知道我在香港一个区成长 那个区叫湾仔 一个很朝鲜 就是苏诗皇的世界 湾仔区很多这种夜总会 这种酒吧 那我母亲整天以前经常找人回家打麻张 OK 来我家的打麻张 十个那种阿姨 有八个世界夜总会工作的 要马当小姐了 要马当妈妈上了 当经理了 我还记得其中一位当小姐的阿姨 很好玩 他身边的男人不断换 大概每三四个月换一个 因为打完牌会有人来接他 去吃宵夜 为什么换得那么平靡呢 因为他跟谁谁就死掉 三三五月后的 要么就破产 我就记得 这是白火区 这是白火区 都是非常漂亮 风华绝带 那我从小看见这个 我小时候各自矮矮的 就知道什么叫祸水 我那时候最记得 看见他们打麻张 在我家门进进出出 我矮矮的抬头 就看见他们混圆的屁股等等 我那个影像就想来说 我孝无大致 长大之后我一定要赚钱 去一趟他们的店看看 是什么模样 那话说回来 一镜头一过 三十年后 然后几年前 我终于有一次去了 为什么去了 因为他们 我那些阿姨上班的地方 就在我以前的湾仔的家的旁边 我看到报纸说 不得了了 林泽真是孟母三千 这家三十年的夜景会 快要倒闭了 因为已经没人去了 这杜老智 杜老智 很有名的 快要倒闭了 这个礼拜五是最后一个晚上 那我就掌握机会 完成我心里的三十年的愿望 约了几个高中同学就去了 结果可能是因为最后一个晚上 那一进去了 人山人海不得了 到处是人 结果都不够分了 一百个客人 客人比小姐还多 对对一百个客人 他只有二十个小姐 而且连起 你们就给前客人互相聊 谁陪谁啊 我最记得那个真是三下 我就跟我那些比较常去 这种地方的朋友说 都是这样吗 要排队了 还要排队聊天 我跟你讲 北京不存在这个问题 是啊 有个人啊 文道你这搞评论的 有个人最近评出一个 今年最牛评论 你听说了吗 那这个最牛评论呢 是北京晚报的评论部主任 写在北京晚报上的一个评论 那很正经的报纸啊 很奇怪 把北京的小姐全部赶出北京 房地产将会出现拐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这次北京警方 这个突击行动 朝阳区四家这种会所 一下超了大概有557个小姐 他就算 要这么算的话 整个朝阳区 所有的就加起来 差不多都有十万 北京什么十几个这个区限 按此比例计算 反正最后也不知道 给他怎么算出来 就是说将近百万 平均 这个三个小姐合租一个房子 这就是几十万套房子 在这个租盘 如果把他们全部驱逐出 北京 起码房子的这个租盘 就会下跌 那么下跌之后 很多买房子的需求 就会转移向租房子 这样北京的房市 就稳定了 不是就出现拐点 房价就跌下来了 跌下来了 不过这个其实向来性产业 在中国我觉得贡献是很大的 只不过去我们没有正式去计算 你比如说你记不记得过去几年 比如说南方 广东地区 哪些城市 前面不是东莞扫黄吗 每次一扫黄 就有些学者去独立 独立的估算 我国西南地区部分贫困 这个县市啊 经济就会受到打击 哦 因为这个钱要汇回去吗 这出来的小姐的钱汇回去吗 但问题是我 我一直支持性工业 合法化 我向来都支持 他赞成 我是赞成的 我赞成这个账用还不犯法吧 但是我仍然觉得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假如我们国家目前 真的把这个当成是非法行业 严格到一个地步 就哪怕给钱小姐陪聊天都叫犯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人都知道北京有个天上人间 你看这个消息出来是人人都知道的 怎么就能够在首都守善之区 天子脚底 就容许这么一个地方 常年存在 而从来没有疑问 你讲的这个 我跟你说 我倒也不敢说我支持这个行业 对吧 但是我是看事实是怎么样 我老觉得咱们这个主管部门 不能光注意那些看得见的东西 你得注意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这个东西影响社会 可能更要命 为什么 我觉得一种现象 你先甭说的好坏 如果说这个现象不好 那你要不你就有本事 真把它铲除干净 你就像建国后 中国一度铲除 那是真的 对吧 中文来不是说 中国有妓女都在台湾吗 没错 这是真的铲除 你比如说你 带一个小姐 那你相信 但是你又不能这么弄吧 你不能这么弄 那么事实上就变成 你又要说它不对 可是实际上 你不要说北京了 其他的二三线城市 包括这个县乡镇 咱都不用说 任何人有眼睛都看不见 那么你知道 我为什么说 你要注意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经常性的 你提倡的是一回事 可是人家眼里看到的事实 是另一回事 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于 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 怎么说呢 这就是道德空气 前规则的胜利 所以你看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大家会说 这还有王法吗 这表明 就大家觉得 这个地下王法 比你实际的法律 还来得有用 可是倒过来看 可能这是一种 智慧的表现 像你说 要嘛就抓 全抓 不要只抓大的 不抓小的 不要嘴巴说抓 可是真的不抓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它政府目前至少 没有说主张 推广 保护性产业 还没有 可是它就偶尔抓一抓 给你一个警告 或是说你太过分了 它才来抓 可是还是维持你一定的空间 给有需要的人 或者说配合整个现实的状况 这种其实是中国那种 太极理论 混沌理论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它不用零说 就给你这个 中国模式 天上人间应该挂一个阴阳八卦图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聊这个亚俗 我就是说 这个亚俗的定义 没搞清楚 每一个行当里都有亚俗 你知道连这个夜店里 我那天有一个哥们 所以说我就跟你说 这种厂 你在中国你只要应酬 你免不了去这种地方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不是十几年前那个 我带你去的 不是那种俗气的 我们是亚的 我说这什么是亚的呢 你知道吗 他现在还有这么一种 夜总会 也不是说当场给钱 坐你身边 他说 跟你演节目 你知道吗 你坐在那 哗一波一波的 先来一段什么皮发 十面埋伏 然后又什么跳现代舞的 再一女的给你跳芭蕾舞的 穿着 这叫朝鲜舞的 他说我跟你说 全是艺术院校的 什么舞蹈系 民乐系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系的学生 这学生也是勤工俭学 很好说一个月 能挣几万块钱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说 说你看 他不像小姐那么俗 你看他演完节目之后 你要他陪你喝酒 他也陪你喝酒 但是你不能太狼 就说是直接抓他上床 那不可能 他这个是个什么吊点 就是你慢慢的戏 也有可能 没准能跟他套上戏上 还是怎么着 这就是这么一种模糊的 模糊的一种服务 就比方说 某天去了 他们说 各位来宾 今天 今年大家知道 是国际肖邦年 为了纪念这个肖邦 诞成两百周年 我们今天来一碗肖邦事业 这个调调 其实这说回来 第一个令我想到像日本 日本很多歌迹文化 艺术文化也是一样 第二个就想到说 你在怎么样的 这样繁荣 其实是回到民国年代 民国年代 对 然后还报纸 还选美了 还评选 十大天上人间 十大美女 有了 有了 好像也有 风传 天上人间 十大美人 对 然后像文道知识分子 还去写诗 然后歌颂 他写文章 回到那个年代 他们都老逛遥 你知道开业总会的话 有一个奇怪用语 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说最近为什么湖南 让这个这个 听说是400多个公安机 他们的家属啊 都从娱乐行业里 你得撤出股份投资 最近有这个新闻嘛 我也记得啊 任何一个开业总会的 你只要问他安全不安全 没关系 我们叫有公安 照着 你知道吗 这经常你听着这种话 所以这个就牵涉一个问题 就在很多国家 比如说要推动这个性产业合法化的时候 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 假如你性工业长期地下化 比如说警察老师去抓他们 那反过来会造成什么现象 就会壮大黑社会 因为这些人就会寻求黑社会保护 那么他们赚的钱就会被黑社会压榨 相反的 你把它纳入一个正当的体制 让他要交税要怎么样的话呢 那反而变成一个正当行业 就杜绝了黑社会的裁员 可是这种理由啊 在有一种情况下是没有效的 在哪种情况下 就是当警察本身很像黑社会的时候 就是说 个别警察 比如说我举例子 不是说我们国家 比如说像印尼啊 印尼长期也就警政贪污很严重 他们就说很多的警察就包庇 各种这种地下行业 所以你使得很多行业 变得是地下化 半地下化之间 是混杂不清的 比如说他们在高速公路 设这个收费站 是警察随便设的 一条路设十来二十个 就不停的收你钱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印尼的治安问题 要怎么样才能杜绝呢 就是首先裁测警察 就你警察人数越少 他治安就越好 科捐杂税嘛 没错 可是接着事情 另外一个角度是说 假如性工业成为一个震荡行业的话 都在 guest 政策 混费 因大 warmed 销 民众 读